我們就一齊過來這邊 看一看書文的點評 接著我們講《塞落文明》 這首歌唱得不錯 Demo 和 Melody 很epic 很驚喜 很迫的 所以大家去放一些 有些《塞落文明》的古蹟 有傳說中什麼什麼 有這些字 有當初的什麼什麼 今天有些插位了的東西 但是其實 你放了這些字 但是觀眾聽完之後 是沒有內容 我不知道 創作人想填什麼 因為 首先 我不知道是情歌 還是不是情歌 我不知道這個 傳說中一聲背影 還是友情的歌 還是 那究竟 傳說這句話 究竟還是現在正在玩時間軸呢 究竟是parallel universe 還是沉巡記 是古代的愛情 兩個都沒有死回到現代 他沒有交代任何事情 是沒有交代任何事情 是有去拿張紙寫下 要填些什麼字 放些什麼字 在你那裡 大約填些古代的東西 剛剛我最近也有看這個 這個 這個 Netflix Ancient Apopolis 就是講古代的人 很清楚 講古代的世界末日論 但是現在 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友情歌 愛情歌 突然出現 傳說 有一張背影 甚至 其實沒有說過 是什麼 可能是兩個動物 可能是Lion King 來的 我沒有資料 原來 原來這張背影 根本是兩個 是一個 是一個 人都不是 都不奇 其實 講得這麼遠 是講什麼呢 其實呢 做歌的時間 可能你心裡面 有很多事情想表達 或者想寫 去跟別人分享 但是 經常都要記住 觀眾 他不是大家 創造人心裡面 腦裡面的那條蟲 就是你有多沒有內容 或者你有多有心思 你有多少的重淡 有多少的感情 想投放在裡面 首先你要令觀眾 更容易一點明白 因為他 不是 我們心裡面的那條蟲 如果他不明白 他共鳴不了 共鳴不了 共鳴不了 便得不到 一首歌 製造出來 想 他的天跡 除非你說 我創造這首歌 只是出來治癒 我不是想讓別人聽 這樣還是計 但現在這首歌 是拿出來給別人聽 他就要 經過這些考驗 就是要大家 什麼都不看 什麼都不需要解說之下 就可以 不是明白 是有共鳴 還有感覺 這件事 是有時候 大家 很開始作歌的朋友 或者 有時候都遺忘了的事情 他會 因為他自己 是理所當然的 在這件事 他會知道自己 為何會填 為何會填 我想說什麼 在這裏 我想說這件事 但如果你只看著 聽著歌詞 剛才我問的 我沒有時間續 究竟是否在玩時間 Apain of the Universe 是否是尋巡記 首先是愛情 然後我甚至問 其實是否是人 還是人和外星人 星星的傳說 什麼什麼 說星星的傳說 很有趣 如果這首歌 什麼背景都沒有 以這份詞 什麼都不明白 這份詞 或者這類的詞 只會成立 如果有一套劇 例如一套劇 劇佔了三十三集 在底下 那你就知道 原來他是說 啊啊啊啊 哪個 什麼媽媽 和啊啊 星星來星的你 因為觀眾 就會有了導讀 有一個Backdrop 知道 傳說中 這兩個是誰 原來就是 Amergency 忘記了 還有 還有 那個女星 或者是日劇 這個可能是 木村座章 和誰 這個偉大的 可能是以前的 Good luck 或者是 《冰上棍球》 那個日劇 那些 那些 的經典 或者那些偉大的 音樂 他就不會人解 他會成立 但是 如果你有一套劇 或者戲 但是沒有這套劇 沒有戲 你就要做好一點 令到這件事 因為觀眾不用 他的想法 因為有劇 令到他 你不需要去解說 他都可以 自己一個 去感受到 和被感動 我想這個是這首歌 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謝謝 孫文先生的點評 我們一齊來到舞台中間 一齊聽聽李俊一先生的點評 謝謝 那個曲 我自己喜歡 尤其是A段 我覺得很好聽 我覺得 那個曲 是 有幾個位置 我都覺得寫得好 這個是優點 那 歌詞 歌詞 我覺得 沒有 孫文先生說得那麼多 我覺得 其實 麥文 他的技巧 他是很成熟 雖然 確實 有些東西 便宜得不太好 OK 畫面 一般 我看見一些比較的 你又不算是新進 其實我看你的作品 都看了幾年 其實不算是新進前次人 其實 你其實 一般很多新進前次人 會 問題是一邊掛著 講故事 很直版 講故事 但沒有畫面 你這首歌 是相反的 有很多畫面 但畫面多到 你就忘記要講故事 其實只差了一點點 譬如說 我在一邊看 你很多講的 很多畫面上的 然後去到 副國衛 你副歌 應該可以給我多一點故事 但好像沒有什麼 都是傳說裡記載 《一雙背影》 有個片 《當天與星》 但如果你只有這些 你就沒有了那種 那種 角色之間的感情 譬如說 他們兩個 生死相依 我明白 我明白 你剛才說 你背後的故事 但是 你確實 你就這樣看這份歌詞 除非 你一邊 一邊播這首歌 每次 你在旁邊 做一個人形解說 否則 沒有人知道 你真正想表達 一件事 大家都純粹 看這份歌詞 去決定 你這首歌 如果我純粹 聽這首歌 提這份詞 我就會覺得 是一個發生在古代 可能是一個遠古的 亞特蘭提斯 一對 生死相隨的情侶 他們隨著 末日來臨 但他們也生死相依 這樣的故事 我自己的解讀 就會是 但是如果是這樣去看 我覺得是差了一點 至少 它欠缺了一些 令我覺得很感動的位置 這個有點可惜 其實是差了幾句 你肯放棄一點 我明白有時候 填果冬寡的歌詞 你要放棄一些 你覺得有寫得幾好的東西 是很難的 你會覺得好像 很厲害 如果那句 你不是要我猜 但有時候你真的要狠心地 副歌或者哪裡 就是 要用一些東西 要找一些更加可以 表達到歌曲主題的東西 你一定要有 如果不然就變成 尤其是流行曲的角度 大家就會有些少少 好像聽完 好像 剛才孫文看了一齣的影片 我也有看 有些少少 好像看了一次 即是說古代 古文明的事情 但是看完古文明之後 你真正最後最後首歌的主題 是甚麼 你要說出來 這件事 你差了一點 下次希望你補完一兩句 就會很完美 整首歌 好 謝謝Jo Sir的點評 也有請三位 先到台下休息 先到台下休息 好